山林年代初期 丹大山区的丹社群布农族人 在日本集团移住政策之下 沿着清朝关门山古道 移居到现在的万荣乡麻远村 而最近几年 后代青年集结成军 不仅循着祖先迁徙的路 重返丹大山 部落的青年江阿光 田主圣还有汉族的张家荣 也借着这二十多年来 重返循根 搜集迁徙的相关史料 踏查部落旧址和齐老访查填庭 集结成册 以山的后面世家 父子出版 而且选在部落举行的新书发版会 1932年到1936年间 当时都还是小朋友的 丹社群布农族齐老们 唱着当时被胁迫连红带骗的 从南投丹大山迁徙 移居到现今万荣乡麻远村的歌谣 祝福也齐勉后代青年 寻着迁徙之路关门山古道 回到山的后面的那个家 万荣乡麻远村丹社群布农族人 从1991年开始 部落旗老以及年轻后辈 前仆后继的沿着关门山古道 重返丹大山故居 部落青年江阿光 田主圣 与致力于山域人文领域调查研究的张家荣 在现文化学的协助下 把这20多年来的寻根踏查 填调仿查史料 集结成册 并以山的后面世家 马远布农族丹社群的迁徙 父子出版 看出是最常回家的部落青年江阿光 为了这本书的史料 特别背到日本调查厘清 20多年来的填调记录 如今都出版成书册 江阿光内心激动 万分感谢部落旗老们 无私提供迁徙遇住的亲身经历 我去走的时候 不是只有一个人在走 当有时候闭眼镜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很多的祖先 就是会跟着你 所以我每次去这个古道 不会当做是最后一次去 因为我不知道我明天 下次还可不可以再去 万荣乡马远村单社群 布农族其老 从后山来到前山 如今以马远村为互乡的部落青年 则寻着祖先的道路走回 买阿桑 而现年25岁的作者田祖胜说 这是重新回到自己心灵的家 因为你没有去经历过 你没有去真的去听人家讲过 所以你一直会觉得说 那个就是一个 一个记忆 一个想象 会跟自己的那个连结 没有那么的深 然后只知道说 后来跟就跟他们回去寻根 然后再后来 这次也是有老公到达过 所以有下公 真的发现说 原来老公所讲的那些东西 跟我们那时候寻根的那些经历 他有一些在 从眼前所看到的这些家伙 是用很大的连结 那这个连结是 他不仅是跟他们的 而是这个连结 是一直会回应到我的身上 然后这个身上 就会让我们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回家 我为什么要寻根 江阿光 田祖胜与张家荣 三位作者 依寻布农族传统杀猪的文化 感谢布农齐老的协助 县文化局的支持 以及协作山友的帮忙 成就了三的后面是家 马远布农族丹社群迁徙的这本书 在签书会当中 三位作者也期盼大众能支持选购 钻视台湾土地上最原始 最真实的文化生活 山的后面是我的家 耶 记者是玉兰万荣采访报道